我覺得這樣,內湖不是交通問題,內湖是督促激發問題,這我已經講過很多遍 其他類似的案例就是西子內湖,就是說內湖是人口增加四倍,道路面積沒有增加 每天蘇岸人進來上班,再蘇岸人下班,只經過成功橋、陳美銷跟那個兒子 那叫什麼?成功隧道,所以它是問題 其實內湖的交通,在過去八年當中有沒有變好?其實是有的,為什麼? 因為它的人流、車流還在上升,營業量一直在上升,還可以維持以前那個樣子,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這樣,要徹底解決內湖的交通問題,還是要從故事計畫招手 二十年造成的問題,你就不要幻想說你一天兩天可以解決 不過這樣,我也很想聽一聽,對內湖交通有什麼改善的計畫,我們可以參考看看 但是這樣,我認為大概都是長期,什麼造成的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,才能夠改正回來 也是有時候要顧一些臨時工,所以我倒覺得沒什麼好批評,只是說他們比較有錢就可以花錢顧臨時工 那比較窮的就只能開始去號召說有沒有那個臨時工要來幫忙 那就是問題 其實是這樣,兩岸關係變壞不是一天的 所以花好幾年的時間慢慢變壞 所以你現在突然問我說現在怎麼辦,我真的還不曉得,這才想一下 所以是這樣,做什麼事情都要藏遠步 我們想說黑犀牛跟那個,不是,飛犀牛跟黑天鵝 黑黑天鵝就你想到沒有想到突然跑出來 飛犀牛就是說好幾年前大家心裡想說那可能會出問題 今天這個問題是今天才出現的嘛,好幾年前就知道會出問題的,你當時都不做任何動作,也不來往,現在糟糕了,現在怎麼辦,好問題 不過現在只能做危機處理的 這個是這樣,包括這個,我們要把能源50%的移到電燦器 如果按照小用政府的計劃,問題是我們天然氣的這個存量,會超過7天嘛 所以只要台,不要說戰爭啦,台風來的那個稍微影響那個海運,都會出問題 不過是這樣啦,這個又是那個飛犀牛的案例就是說 如果台灣的能源50%要靠天然氣 然後這個天然氣又是almost,幾乎都是要從外國輸入 然後我們的庫存量只有7天 那萬一遇到台風,遇到什麼地震,遇到什麼檔口罷空,那怎麼辦,好問題 所以同樣的啦,這個問題是今天才出現的嘛 好幾年前大家就知道了,可是都不做任何動作,就這樣